各位朋友們,你們好! 見到我在超市中,現在是夏天 當然有很多夏天的水果 見到有很多西瓜在這裡 是不是見到都想吃呢? 現在包裝這麼漂亮 我以前見到西瓜一個 現在還有一個紙盒這麼漂亮 見到六十多元一個 大家可能懷疑為何這個頻道 現在講西瓜,做甚麼? 難道2024年的突破就是講水果 見到果肉就是紅色 再加上綠色的皮 大家一定都很有印象 買都買不少 為甚麼講西瓜呢? 因為今天會見到新錶 在哪裏見到呢? 就是ORUS旺角的旗艦店 為何這麼多人在這裡看錶呢? 大家知道就知道 見到上面掛著三個氣球 上去120 對,因為ORUS 今年2024年就是它120周年紀念 所以有這麼多錶 就在這裡看優惠手錶 不過今天的主打 都是這兩隻 最新推出的Aqua State 41.5mm 版本 還有它這個系列叫做Taste of Summer 是不是很有夏天的氣息呢? 所以首先先看看西瓜 先感受一下 左邊這隻就是綠色面 還有漸變綠色的感覺 大家看到有些Sunburst effect 還有少少漸變的效果 加上陶瓷外圈 數字黑度也是綠色 總之就是非常清新的感覺 我發覺也不只是ORUS 有其他品牌都會從夏天的水果 其實不知道大家知道嗎? 這個Aqua State 41.5mm 其實是有些微調改了款 所以這隻錶是比以前的Aqua 更加淺薄 還有那個profile是更加貼手的 看到了也有Divers Extension 它不是自家機芯 而是用733 即是Selita改裝的機芯 價錢當然便宜一點 戴上7吋的手腕給大家看 是不是很清新 很漂亮呢? 這個就是西瓜皮的版本 有西瓜皮當然是有西瓜肉 待會給大家看看 讓大家看看這個小牌 剛才的資訊基本上都跟大家分享了 好 讓大家看完果皮 之後就看看果肉 兩隻也拍給大家看看 紅色這隻 紅色面和圖像外圈的數字 黑度都是紅色的 非常配襯 不知道大家喜歡 紅色多點還是綠色多點 亦都戴上手給大家看看 我覺得這些錶除了很配合夏天戴之外 其實它這麼漂亮的顏色 我相信女士亦都會喜歡 而它不是43.5mm 而是41.5mm 所以女士最大錶的女士 其實都可以考慮一下 看到價錢就是定價18,900 因為它用Selita的機芯改裝 大家有興趣呢? 其實都可以去到AORUS的旗艦店 我想遲些其他店舖都有 不過我拍攝的地方就是AORUS的旗艦店 都看到還有很多的標迷客人在看標 又再拍一次 120周年 其實我很有印象 剛剛草標沒多久認識AORUS這個品牌的時候 那時候AORUS都未夠100年 想不到這麼快就已經120周年了 所以都很開心能夠看到AORUS有這樣的成績 也希望在遲些日子都有機會 跟AORUS一起慶祝125周年 130周年 如此類推 希望大家也支持不同的牌子 支持地區小店和我拍片 還未訂閱也麻煩大家訂閱支持 對我來說真的有很大的推動力 我稍後會再詳細地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兩款 Taste of Summer的西瓜手錶 以及跟大家談談它改款之後 最主要的分別在哪裡 希望大家都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拜拜